穿著雨衣,蔡世英牽著受災戶的手詢問最急需處理的地方 受到泥沙颱風帶來的豐沛雨量影響 位於基隆市暖暖街,281項這三戶 因為大量的土石沖進家裡以損失慘重 由於雨勢不斷,民進黨基隆市長候選人 立即邀請消防單位與大地工程祭司代表到現場會刊 希望阻止災情繼續擴大 誰要先把他截掉 基本上他目前封落的地方大概可以分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在我們大概有一層樓的後方庭院 這邊有個飛機 再來就是局部的潭流的鹽塊 還有一些土壤的風化的潭流土 在大地工程祭司代表說明後 蔡世映也詢問基隆市政府財產發展處 與軟軟區公所等單位的意見 最後決定先阻止雨水再滲進邊坡 避免土石繼續滑落 等雨勢和緩再由軍方進駐進行清理 包括我們聯恩典連議員跟王寢生王議員 大家都非常關心這次的災情 那其實在昨天晚上去公所這邊就已經非常第一時間 就已經把相關受災戶都轉移到其他安置的地方去了 那早上其實軍方有先初步來看過 那我們今天來其實是要確認整個的工作程序 那剛才我們的大地祭司講得非常的專業跟清楚 就是說按照他現在的現場的會刊 因為他在最上方含有豐富的水分 他覺得如果沒有先把水流導引掉的話 我們在做災害搶救是徒勞無功的 所以他們的建議就是先做一個 先用那個帆布先把它擋住 避免繼續吐石流這第一個 第二個等到雨小了之後 大地祭司這邊會跟區公所的部分 先把上面的這個引流水道做好之後 再交由請軍方來做後續的協助 來清理 那這樣子能夠清理完畢 盡速讓我們的受災戶 能夠盡速的回到家園 那可能是要看這兩天雨室比較小了之後 才有辦法來做後續的一個狀況 那我會請區長到時候再跟我們的受災戶講 讓他們能夠清楚的了解 那我想這個之後 包括軍方包括區公所 包括我們大地祭司這邊 都會馬上來做後續的處理 至於後續編坡整治部分 由於涉及私人土地蔡世英強調 會配合金融市政府共同與地主協調 希望能尋求撤離解決的方法 保障住戶居住安全 倫敞 記者張祈騰金融報導 記者張期爭 記者張益騰金融報導 記者張奇藤 引擎預言